漫威电影《以侠2》将于北美时间7月6号上映 其中会引出哥利亚或 STS初代黄蜂女等角色 然而这一切原来早在8年前就已经布局好了 近日有不少朋友挖出了《铁甲奇侠2》的删减片段 在这个删减片段中 铁甲奇侠提到了三个神秘项目 其中两个项目直接引出了两部漫威电影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删减情节的来龙去脉 在漫威电影《铁甲奇侠2》的1小时20分钟左右的时间 托尼在贾维斯的帮助下发现了全新的元素 这个元素可以完美替代铁甲奇侠之前的方舟反应鲁靶元素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托尼老爸的伟大之处 当铁甲奇侠准备打造这种全新元素的时候 其实正偏删除了一个几秒钟的场景 在这个场景中 铁甲奇侠走向另一个房间 顺口说了一句话 把这三个项目的所有 信息都告诉我 佩加斯斯 埃克德斯 恩格利克 这三个项目分别是啥 先来看第一个项目佩加斯斯 这个单词和 亦是飞马 可以翻译成飞马项目 电影里的翻译是联合能量行动 这个项目已经在复仇者联盟的开头出现过了 在一个即将遗弃的神盾局实验基地中 这个项目的名字被刻在了墙面上 再来看第三个项目哥利克 这个其实就是哥利亚项目 在以侠二的第一版预告片里 以人跟哥利亚对话 直接提到了这个项目名字 哥利亚是几十年前的皮姆博士曾经主导的一个项目 而贾维斯为何知道这个项目呢 不排除当时托尼的父亲也在这个项目中 对于没有提到的第二个项目埃克德斯 单词汉意识离开 退出 至今没有在漫威电影中出现过 不过 有很多朋友认为这个项目名字是未来的一个伏笔 可能暗指神奇四侠离开地球的项目 最终他们分别获得了不同的超能力 看到这 我们不仅敢 漫威电影对于整体细节的把控能力 虽然漫威删掉了那一句台词 我们却依然能够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删减片段 而当时《铁甲奇侠2》的上映时间为2010年 说明漫威早在八年前就已经布局了未来的电影发展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